各位大細超台友 現在是7時10分 8月23日 2022年 今天講一點輕鬆一點 關於是之前我們都很推崇 鄧小平同志 但是人沒有餘人 上帝也有缺陷 製造世界出來這麼古怪 搞到個個州都不行了 這麼多悲歡離合 上帝就整股我們 但在未講之前 這些會得罪很多人 因為洩漏一些大家都經常看新聞 講中共中央政府開會的地方 就在中南海辦公 中南海有很多傳奇 亦都可以叫做很多蝦漆的東西 我們當蝦漆啦 當幽默啦 希望我們中央領導人聽到 都是當一笑字 人真的是煩人來的 大家都是地水火風元素加起來 沒有分別 有朝一日的只剩下一群灰 有些在烏克蘭打仗的連灰都沒有了 受終正寢 已經是表面上很好的歸宿 入土為安 但是究竟更大件事 人死了那條屍 你看到變化你真是害怕 又腐爛又臭 又有些蟲出來 在骨骼裏到處走 所以那些有智慧的人 就是火化的 化了那麽就灰都不留了 所以鄧小平都是高手來的 他把那些骨灰灑在中國的山河大地 但是他都是凡人來的嘛 凡人怎會沒有犯錯呢 凡人有七情六慾 凡人有妒忌 凡人有小器 凡人有貪爭痴慢而見 凡人有錯誤的見解 看世界會看錯 這是凡夫來的嘛 我還沒說之前 因為又有些網友台友 就報名讀我的時空式的課程 那我時空式的課程都很久了 主要那個課程是賺大錢的 如果你練得好 不是賺錢的 那個保健班的課程 就是真是給那些有緣份的台友 他們去到外國 或者是在香港 他除了幫家人保健之外 他還會去賺錢 剛剛有個學生通知 他現在 只是用我的刮砂美容 都收到800元一次 如果用我的木方幫人做 又是1000元一次 當然他很勤力學習 所以我恭喜他 一個人 你有一個技術才能立足社會 我們俗語的年輕的時候 老人家都說 你真是學門手藝 有一件棉胎 更新 可以保暖 有一件棉納 當那種技能就是棉納 所以我又開了一個木方保健班 就給有緣份來學的人 有一技之長 可以賺錢 我說你用不到賺錢的 那就自己保養好自己 保養好親人 你有緣份的 突然間遇到貴人 手痛腳痛 你做回他做朋友 好像我年輕的時候 在某個國家 我都不知道他是皇帝 原來他民間選出來的皇帝 他站在我身邊 大家在看風景 我看見他的手不動 我們真是真誠的 記不記得你身邊 我幫你弄兩下 老友記 真的弄兩下 撞彩 真是撞彩的 我都不知道 人家什麼同種之一 很久了 十年八年 不能動的 不是很靈敏 他當時在旅行 他在旅行動 我那次真的去佛祖保佑 當然我們本身真誠去幫他 通反他 但沒有理由這麼快 十多分鐘爬石 他就說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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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碰碰 你做兄弟 搞笑 後來才知道他是皇帝 如果你們學會了 有其他人 別說遇到皇帝 遇到達官貴人 人都不同世界 認識貴人做朋友 所有木方保健班是賺錢的 小公式班是賺錢的 但能夠你入門賺到錢 你真的要練功 要有很多收很多福度 還有解除到你隱身拘留的恐懼 你才有個膽識賺錢 好像最近兩年多 又有和烏戰爭 又有疫情 全世界經濟都不好 有很多機會的 金融市場上上下落 你敢買嗎 我到現在都不熟 買了一棟樓 買了一間酒店仔 在疫情之下升了兩三倍 因為他在說入歐盟 列入了是入歐盟的名單 現在旺了飛起在巴桶 在加拿巴桶城市 我們買的樓就差不多地王的樓了 那些柏桶城市 差不多八百多尺實用 很便宜 唯一千多元尺買 我一計算建築費都不夠 如果在香港建築費都四五千 那為什麼不買呢 如果有錢還要買呢 就是錢有空也還要買 這個要夠膽的 如果學時空識的同學 就不要學那些縮水野 左閃右鼻 計算死數 沒有承擔 沒有承擔 怎樣可以入社會博殺 對不對 有機會經過你都不夠膽 計算死數 計算死數 疑神疑鬼 那些人 就是共產黨的特性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他是由日本抄馬克思的譯出來 那套馬克思理論 好了 俄羅斯本身 沒有齊的 不齊的那套馬克思理論 他將了馬克思的人民主義 那部份 就沒有全面回來 就放了自己俄羅斯 最不信人的那種 那種觀念放了下去 日本人就是撿了去 搞 搞完出來 中國就拿了一本日本的譯本 就回來再譯中文的 好東西就不學 學了那些疑神疑鬼的 那就左手不左手了 所以在我們時工識班的同學 他的見地不同 但他練功 我們這麼多年 看到練得不得法 沒有那種大器和膽識 沒有那種大器和膽識 如果你有練功 如果要練功 我們時工識練得好 在這個風潮都賺不少錢 對不對 那些市跌關於什麼事 那些市跌才是財路 你的觀念完全不同 夠膽 夠膽就贏一半 所以在我這兩個課程 我對時工識的同學 有時候很可惜 他們入了寶山空手會 當然他們又有 我們本身 不怕大家公開講 我做這麼多的工作 都是拿他們的學費 拿那個大小招台 有那些交台費的錢 那些保健班同學的學費 全部都做社會工作 幫他們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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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香港做全世界酒店 可以管理幾千億的資產的公司 個個信他 這些真是很難有的運氣 那現在又怎樣 捧十三年 罰五百多億 我都不知哪裏錢罰 藍窩一夢 你慘不慘 所以世間你不要看表面 譚花一眼是沒有用的 我們人生是鬥長跑的 鬥長命的 看誰笑到最後 為何說鄧小平都不是原人 是正常的 我們一樣尊敬 因為我們知道世間沒有原人 竹無赤色 金無赤色 人沒有原人 說我們要接受這些兒女做錯事 朋友對自己不住 什麼都有 很多環境很多因素 你有那個量度的包容 它是凡夫來的 聖人都有錯 說回一些笑話 即是中南海的傳奇 鄧小平一生日 他的缺陷是什麼呢 不只是他 所有中南海的老幹部都小器 真是疑神疑鬼 有人會經過毛澤東那個文化大革命 那個黨外的鬥爭 真是害怕 所以他們 左手不信右手 因為左手不信右手 才搞了一個法聯工出來 退了休 你做到省部級那些幹部 高級幹部 有什麼喜慶節日 都有張請彈叫你去 你都無誤 中層那些聽師局級的幹部 都不是小官來的 差不多都是從五品官 五六品官來的 即是市委書記 在中央那些師局級的官員 退下來很嚴重 他和隔壁住 大家沒有交流的 不敢說話的 單位和單位之間 不同的那個局都不敢說話 一個政治氣候 是這樣的 國內 那些篤背脊文化 還沒有清 所以一退下來 嚴重 沒有了朋友 沒有人認識 真是大件事 好了 身體年紀又大了 又很多毛病了 有個幹部 一早去練習 六點多鐘 就去 有個幹部 同事叫到 咦 又精神了 你理論是挺好的 他學習 他熟了 他升了去做那些副組長 他做指導員 那時候他有一班人 一樣叫他做領導 叫他做阿sir 或者叫他什麼老師 早晨 什麼師傅 早晨 他又有傳載感 所以我當法輪功 就這樣搞下搞下 就全部 多數的幹部 搞出來 好 好 說回來 小平同志 這麼小器 講一件事給大家聽 大家記得 趙紫陽的大秘書 叫包童 後來八九民民出去了 很厲害的 這個人 當年做到總書記的大秘 是不簡單的 那些秘書黨 很多文稿 很多性都經過他搞的 搞搞下 他就鄧小平有一次看電視 看到就說趙紫陽 去跟波音美國交手 訂了一些飛機 在一個新聞聯播播出來 那個波音員 就說 趙紫陽同志 總書記說 今時今日 我們國內 就算做這麼大的生意 我們都要得到小平同志 合口的 我們都要尊重他意見 什麼什麼 聲調大了 原來那幫老人 看電視 你在那裡 那個波音員說話 他說 為什麼 你會說到我的名字的時間 聲調大了 鄧小平 我這樣想 我 抽了那句說話 語氣 重了 為什麼 這麼強調 那個聲調 講到我的名字 那時候 當然是包銅 人家產作怪 入了包銅數 後來 後來包銅就給他 他又不可以說 家之以罪 是吧 你的黨內都要團結 你無緣無故說 砌山豬肉 這樣又不公佈 你的黨內 他都要顧自己的面 但是鄧小平就說是他 趙紫陽 叫包銅 所以趙紫陽 他下台 包銅就是被他拯救了 那就是一宗 胡耀邦下台是怎樣 他的兒子 胡耀邦下台是很奇怪的 又是為了一些好小事 出鏡頭 有些老鬼 看電視在那裡數東西 為什麼他出鏡頭多了我一秒鐘 他沒有多了我一秒鐘 出鏡 在電視台 接著 就好像知道兒子 不是不是 那時候誰做北京市委書記 彭珍 彭珍我兒子 就加薪 加薪 就買了很多食物 加料 家裡加薪 那天出了量 就回去吃飯 彭珍說 這麼多菜 我加薪 你加了多少 叫什麼 叫什麼 這些數字出來 都好像是百百元人民幣 彭珍就拍桌 媽 你的 我們打天下 都不夠你那樣高的薪 馬上打電話 就只剷薪 胡耀邦 你搞什麼差事 你打天下 有什麼來我的兒子 人工比我多 那樣 胡耀邦,弄了一群老鬼,差不多就来下台了, 做完那天,都没完就逼他走了,被赵紫阳接胡耀邦手, 你说是否在这街上,这些搞法,小气到这样的, 那时候我回国内工作,例如不同人站起座,你们站完站后, 站好位置,我走到身边,但有时大部长, 拖开一些人,先生过来这边站,不用了, 那行不行,你是主人家,整个活动都支持, 他那些随从捉我上去站起,我真的不差, 一知有些人小气,大家在香港都看到的, 又松坚,又顶坚的,影集看照,你们都要留心, 那些土共片制派大家看到,是很古怪的世界, 他们就形成了一种风气, 那说李鹏那件事还好笑,那李鹏呢,就霸了老毛那个泳池, 在大院那里,他用,他自己用,就不给外人用,他拿来用, 又要资钱,就说要翻身, 港元十几万,也有很多钱, 谁给他,他想用呢,他想学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晚年整个有名池,就鸳鸯汽水, 他有空就搞鸳鸯汽水,老毛, 体能挺好的,毛泽东晚年都可以搞鸳鸯汽水, 那李鹏又想寒鸳鸯汽水, 后来钱就批不了,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去, 他要做搞鸳鸯汽水,要翻身一个泳池的搞事。 好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李鹏的儿子, 大家都听过,他有个儿子在北京和人搞事, 那些京城公子,公安抓了他,他就響了, 被他老爸李鹏,不是乖, 他说,当党停了,不敢拉他, 接着打电话就问,原来是, 那是迫着放,传道开去, 就变成在党内, 你影响我们, 我党那些领导的形象, 不懂教制,又是搞了大笑话, 又是李鹏, 他们真是凡人,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中港的官员, 千万不要看下自己, 他跟你有什么分别呢, 地水火风四大元素, 谁长命都不知道, 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刻意, 走过去兜兜搭搭搭,很羡慕的,不需要, 他投赤过你,真是投赤过你的, 所以我们人生就说, 在这个时代, 在这些五光十色, 香港现在五光十色, 不是我们讲的, 文卫报大公报, 登上了头版的, 现在我们香港, 进行了五次入兴的时代, 勿乱反正, 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完善了选举制度, 现在五光十色的, 登上出来讲的,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 来自五湖四海, 搞到五光十色的社会, 那你自己就小心, 不要让他污染了, 站起来都大件事了, 对吧, 那说回一些好的现象, 看到新特首, 他又真是很努力, 现在将那些, 防疫的措施, 一路一路都松绑, 尽量松绑, 今早收了泰国的, 由总理签出来, 他们由151号开始, 所有的防疫委员会都解散, 全部解散, 当完全没有这个疫情存在, 泰国不超过通报, 好, 日本呢, 只要你打了三支针, 不用要核酸检测, 可以日本是, 今天好像今天通报的, 那香港什么时候, 真是尽快去处理了这个, 这样的疫情的问题呢, 就真是新特首又怕来的, 很简单的, 他有检疫相机, 来香港, 他相机前有了, 那你下来, 又再检测个人, 你为何还要人隔离呢, 那你变了非法禁固, 大佬, 你评到他有疫情, 你叫隔离都无所谓, 你一切人生猪肉, 他是有疫情在身, 到时是没有的, 隔离了几天, 那那些钱哪个给呢, 那些光阴时间哪个给呢, 没有了人生猪肉, 谁给呢, 是不通的, 知道吗, 为何没有人挑战他, 你司法复合问他, 你凭什么要隔离我呢, 我没有中车, 所以他们一路改良, 找些红黄马, 你进来香港, 不用住酒店, 不用静了, 持下他们的相信, 你一有事, 你就要去看医生, 很简单, 你有事在那一层大厦那里, 你立刻就将这个确诊者, 送去某个地方旁边, 就不用整一层大厦要封, 你离开了家人, 他家人去到别的地方, 努民商财, 而且现在这些疫情大家都知道 是不会有极度危险性的, 最近香港今天6少多单, 那又如何? 韩国这些10万、8万单还更厉害, 都照常运作, 除非你说真有用心的人, 要利用这些防疫政策, 希望新特首繼續努力